吉隆坡刑事调查组前主任拿督邱振华没申报用金案今天进入被告自贬阶段 邱振华透露自己无意隐瞒近100万令吉的用金 并指相关用金是透过合法途径所得 邱振华表示他有填写表格 但是当他填写错误时在场的反贪会官员并没有纠正他 邱振华被指没有依据2001年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法令第49之一条文下 在部城反贪会总部填写宣誓书期间 故意没有申报他获得的96万1500令吉用金 因而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法令第49之三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不超过10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监失 在登家楼一名餐馆员工竟然乔装成一名警察抢劫 结果必须面对两年牢狱之灾 他在今年1月27号装成警察 截停一名骑着摩托车的中学生 之后把中学生带到另一处 抢走他的手机和100令吉现金 然后逃跑 另外一名大苗小学校长 易内涉探1500令吉和2900令吉 今天被法官宣判罪成判监八个月 56岁的被告苏巴马念共面对两项控状 主要是让食堂业者获得支持信 以便延长食堂经营合约 被告的行为已抵触刑事法点165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最高监禁两年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法官基于辩方无法挑起此案的疑点 因此被告两项控罪各判处监禁四个月 刑罚分开执行 换言之被告必须监禁八个月 无论如何法官允许被告暂缓服刑 直到上诉过程结束为止 但是同时要被告以1万令吉保外 被告也必须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到反贪会报到 MTV7综合报道